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西藏新一代配音演员们 为了藏语电影意志再度丰收 忙碌不止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西藏藏语电影意志 也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西藏第一代配音演员 社区卓马回忆 早在1965年 西藏最早的电影意志组 诞生在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 条件远不如现在 当时工作条件也差 墙上都是挂的是一般的布 不然的话隔音不行嘛 什么鸡叫鸟叫都进去了 什么声音都有 社区卓马出身在拉萨的一户贫苦家庭 1965年初中毕业后便参加工作 被分到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 刚成立的意志小组 与同辈一道让藏语电影意志在摸索中起步 刚开始的时候 配音也是自己配 翻音也是每个人都要翻 就这样放电影啊 转录啊这些 我们什么都搞 我们的一个人当然好几个角色 意志小组成立后 当年在一台老式录音机改装成的电影录音设备上 耗时一个月完成了西藏第一部藏语意志片丰收之后 经内地制片的喜应后 在西藏全区发行 深受西藏民众的喜爱 电影的话 老百姓平下中 特别喜欢看 交通也不方便嘛 所以他们的话 骑着毛 牦 这些来看电影 不管是下雨也好 什么也好 还是来看 据介绍 西藏藏语电影的传播 始于马背上 如今 每年一致产出近百部 民众喜闻乐见的藏语意志影片 面向西藏全区放映发行 我现在就是做录音的 可能就是幕后 我可能自己 比如说 可能不会被人们记住 但是我自己就是想 把那个电影做好 让那个农牧民看到 最好的藏语意志片 西藏电影意志 从最初的四人 发展到36人 团队不断壮大 部门职能健全 几代电影人 始终以看得到 看得好 看得懂西藏电影意志的 三个基准点 让藏语电影 成为西藏农牧区民众 了解外界的窗口 我们自己也会 自制一些 科普的一些影片 像我们之前 做的青植的这个种植 以及这个田间的管理 然后 最近我们在做一个 这个藏香猪的养殖 类似于这种 我们也是发挥 资产的一些优势 然后也是更好地服务于 广大的农民的生产生活 据悉 五十余年 西藏民族与意志工作 完成各类影片 两千多部 电视剧五十多部 同步同期意志建军大业 厉害了我的国等电影 制作西藏特色 科教影片五部 填补了西藏民族与电影领域 诸多空白 藏语意志从胶片 实现数字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